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周乐 非常欢迎您在今天晚上收看娱乐漫谈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所有人心里面呢 都会对2016年要定一个新的目标 或者是还有很多可以公开的 有的是不能说的 我们今天就要把您不能说的秘密 让我来替您说出来 现在又到了很多佳节的时候了 大家都想要享美食 要自己漂亮 因此呢我们针对这个话题 来跟您讨论一下 请到的嘉宾 他是Cupertino Medical Laser Center的院长 他是整形医师 陈永光陈医师 陈医师你好 大家好 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在这一个系列里面 会谈好几个主题 今天就让我们从容脂抽脂速身的话题开始 好 因为呢 现在不管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啦 好像10个人里面有40%以上的都觉得自己是overweight 但是人的这个fat的distribution又不一样 不见得每个地方都会经过食用的减肥来达到目的 因此呢这个速身抽脂就变成人大家又想达到目的 但是又有一点害怕的主题了 有侵入式的有非侵入式的 您所主张的是哪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non-invasive 非侵入式 非侵入式 它能去掉25% 真的啊 那它这个去掉脂肪是脂肪细胞完全去掉 不是把脂肪缩小 所以那就是比较永久性的效果 OK 所以每一个人一生下来身上的胖细胞的数量就已经固定了 如果消除以后它是永久性的不会再回来了 对 因为我们的人的脂肪呢 细胞胖的时候只是变大 不会变多 瘦的时候只是缩小 那我们现在把那个脂肪去掉之后呢 你以后胖瘦那一区就不会有太大变化 所以在那个地方 它就无处容身 它就不会窜到别的地方去吗 做完这个瘦身之后呢 你只要加重 你的身材会比较比率比较正实的对 不会说还是一区比较胖这样子 是 那所以刚才听到第一次可以去除25%的脂肪细胞 一个人建议要做几次 对所以这种东西呢 就是要看说 你想要达到的目标 你要做到什么样的形状 你有多少脂肪需要去 所以这个是Customize treatment plan 说要一次呢两次还是三次才能达到最完好的完美的效果 有的人认为抽脂塑身是减肥的方法之一是对的吗 我们抽脂塑身呢不是减肥 我们主要是说塑出你的身材让你的穿衣服好看 雕塑对 因为要减肥的话是还是要靠饮食上面运动上面来配合 这个是根本 还有一个人的荷尔蒙如果不Balance了 也会造成体重的异常现象 这是一个年纪变化上面的 所以人年纪越大就是比较容易积一些脂肪 真是 OK 一个人身上大概可以分为几个部分是比较需要雕塑的 我们最常见的还是腰身肚子腰这是最常做的 再来是大腿蝴蝶袖 手臂有的人这样一动都不敢穿短袖 然后脖子这边下巴其实也可以做的效果都不错 既然是non-invasive它又会消脂 那它这个脂跑到哪里去了 During the surgery 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这个脂肪有分两种 一个是抽脂的话呢 脂肪细胞马上就抽出来 效果比较快 那我们做cool scalping 就是说non-invasive的这个的话呢 它的脂肪细胞会慢慢慢慢吸收 它时间要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才会慢慢缩小 哦那做完了cool scalping以后 要不要穿紧身的素身衣 不需要 也不需要 做完不需要穿秀身衣 就是回到正常的生活 真的啊 要不要做一些麻醉事先要麻醉 不需要 也不需要 嗯 好 那我现在要以身事法来问一下 如果是我去做的的话 您会因为看到我而design出我需要做几次 对我们这有个consultation是免费的 然后我可以解释说你哪一区要做几次 然后要收费收多少钱 这分事会跟你讲清楚 好 现在有很多年轻的人都已经觉得自己的身材 还需要再保养一下 那做了cool scalping一次 一个轮回都做完了以后 他如果第二年第三年觉得说 我还想做还想再受一点 还有同样的效果吗 每一次都可以减少差不多25% 呀太棒了 你觉得我是一个好的候选人吗 我觉得现在不但是女孩子 男孩子也很适合做这样 是 有一些人做了这些cool scalping以后 他觉得还是胖胖的 为什么呢 当然是说我们不是说只是局部塑身 假如说你全身都是比较肥胖的话 就很难达到完美的效果 是 所以据我所知 这个脂肪有在皮下的 也有在内脏包围的 cool scalping可以有效的 是刺激到或者是吸取到 哪一个level的脂肪 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说我们抽脂跟cool scalping 都是去皮下的脂肪 不是内脏脂肪 所以是掐得到的脂肪都可以减少 哎呀那我就觉得 有些人抽完了 还是觉得比较胖的话 他可能那个脂肪是包围在内脏里面 对这个问题 第一是有时候是内脏脂肪的话呢 那就没办法动到 然后再来是说 有些人皮肤比较松弛 脂肪去掉了 不过皮肤还有一点松松的 所以也不是说能达到那么好的效果 哦 ok ok 那所以您建议如果是 怀过孕生过孩子的妇女 他一定是对自己的肚子 那个地方不是太满意 适合做cool scalping吗 是这个我最常见的 还是都是因为生完小孩子之后 然后流了一些脂肪啊 身材没那么好 所以来做脂肪 既然是抽脂又素身 可能是也可以达到 把他想要去除的脂肪 达到吸出去百分之百的效果吗 就算是抽脂的话 我们一次抽完脂 可以去掉50到70%的脂肪 因为皮下一定要保留一些脂肪 希望你不要留太多 对因为这样子皮肤弹性啊 才比较natural一点的效果 因为抽太多有时候就不是那么natural 好了明白了 今天非常感谢陈医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您的诊所就是在Cupertino 您从事整形美容这一方面 已经超过10年以上的历史了 希望大家可以就这一方面 来请教陈医师 预约一个免费的first consultation 谢谢你 谢谢 关注朋友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来看一看珠宝 今天是翡翠珠宝的设计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